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让到中国科技股与美国科技股之间的差距 已经扩大到了至少是一年以来的最扩水平 市盈率差距也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这一轮的监管风暴算不算是给中国的科技股 砸出了一个黄金坑 而美国的科技股方面您觉得是否又蕴含泡沫呢 你好 主持人 总的说来呢我们认为这次加强监管呢 其实对整个行业的长期有序 以及规范的发展是有利的 因为我们觉得政府的目的呢 不是遏制这个行业的发展 但是必须承认短期来看的话呢 情绪的负面因素的影响会比较大 那个股呢确实也会有面临一些回调的风险 尤其是中概股方面 那长远来看呢我们认为中概股中成功回A 对AH的这项的一些相关个股 应该会面临更小一些的监管风险 因此呢长期来看呢 我们是仍然看好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尤其是具有护城和优势的这样的一些个股的话 我们觉得目前来算来来看的话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水平 并且这些公司的话呢 长期依然是具有竞争优势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美国的科技公司 其实是具备长期较强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 虽然未来有可能受到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影响 以及可能一些中美关系的摩擦影响 所以呢我们未来的话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那么我们看到工信部啊 最新也是提出的目标 到2023年5G个人用户的普及率要超过40% 用户数量要超过5.6亿 而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要超过50% 其实呢5G商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目前的使用情况就您了解的 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未来几年会不会显现出这个迟到了的这种爆发力 我们根据工信部最新发布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到 截止到今年5月底呢 我国整个的一个5G手机的连接数呢 是达到了3.35亿户 比去年年末的话是增加了1.37亿户 那整个来看的话呢 是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20.8%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5G手机的整个出货量是1.28亿户 占到了整个手机总出货量的73.6% 其中呢在6月份5G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达到了77.1% 所以根据这以上的这几个数据的对比呢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新机当中5G手机的一个占比已经非常的高 但是在移动服务当中 5G用户的占比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之后的 因此呢我们是预计 未来的一个5G手机的连接数还会逐渐的稳步上升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基础设施的层面 那根据工信部的领导最近的讲话 我们看到我国的话已经建成了5G的一个基站 大概有超过了91万个 最近的话呢 三大运营商再加上广电这边 也是相继发布了一个新的招标的计划 所以我们预计下半年仍然会有将近50万个的 一个基站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计划 那相信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5G服务的普及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 所以这个市场呢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爆发力 谢谢 那我们再换一个方向来看啊 看到这个中国互联网协会是发布报告啊 指出说2020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健康市场规模 是按年增长47% 那么预计今年的增速还将会达到一个45%的水平 想请问一下您的观点了 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市场的发展潜力的 相关的股份投资者又能不能来留意部署呢 现在整个来看的话呢 互联网的医疗行业其实主要有三种三大商业模式 分别是网上卖药 线上的一个诊疗 以及2B这方面帮助医疗机构的一个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实现 那目前来看呢 线上诊疗主要是以平安好医生这样子的模式为主 那2B的这一块的话主要是以像一度科技这样的一些公司为主 这两种业务模式呢 暂时前景还没有那么的明朗 那相关的公司呢 目前也还没有盈利 所以呢 我们觉得现在在网上卖药的模式呢 是最明确的一个商业模式 加之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统计 那线上的药品尤其是处方药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渗透率 其实是非常的低的 那大概整个线上药品的市场 还不算医疗器械和其他的一些这种寄生用品的话 大概都有1.7万亿的整个市场规模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市场呢 其实是相当广阔的 那相应的一些公司呢 像阿里健康 京东健康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 可以持续保持一个40到50的增速 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会建议投资人去关注 确定性比较强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谢谢 好的 非常详细的分析啊 今天下午也是非常感谢李俊慧 Debbie与我们来电话连线 谢谢您 好的 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